近日,郑爽的热搜真是炸翻了天 首先,张恒爆出了他们两家人之间的谈话 第二天,郑爽通过微博发声回应了代孕风波 有网友总结中美双方我都没违法 不让孩子回国不认孩子是我身名大义 配合防疫工作 我没犯法,你们是法盲 我代孕自由和你们没关系 你们侵犯我个人隐私烦死了 我也是受害者,都散了吧忙去吧 也有网友爆料郑爽在社交软件中上线40次 真不愧是爽妹子你 光谬中带着和理,震惊中带着无语 同时央视新闻也点名批评郑爽代孕器呀 法律难容,道德难容 最后,你们认为郑爽还有机会翻身吗?